抗议群众情绪沸腾 深夜爬上教育部围墙外的巨马 用力跳上巨马在巨马上 用尽全身力气摇晃 这一刻学生再度攻进教育部 负责手段破坏巨马后 一个个接力创进教育部前广场 甚至把车辆改到的路上 都一起搬了进去 人民保姆围城人墙辛苦站岗维持秩序 却被群众用力推倒差点跌倒 群众为了反克纲 加上前一天林冠华亲身事件 全身再度号召翻越立院围墙闯入立院 接近11点移到教育部门口烧纸前 31号凌晨约200人推倒围墙外巨马 在三点钟进到教育部继续抗议 群众翻墙进驻教育部 凌晨四点进方四度举牌警告 不过抗议群众不肯离去 早上七点学生代表要求教育部长出面回应 比较最主要的需求依旧是我们要退回这个课 因为我们心里知道像吴思华这样的人非常多 他们可以再换掉人 他们可以无限的换人 变名教掌出面说明否则不肯撤退 但吴思华整个上午不见人影 学生犯客纲情绪升温 不排除要扩大抗争行动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